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律,律而后能得。 知止的意思是能够知道所当止的地步,得是获得想要的结果。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能够知道此生所当止的地步,就会有明确的志向。 而后才能内心宁静,内心宁静才能泰然安稳,泰然安稳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达到最好的人生境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大学的这几句话让人很容易想起一个词,适可而止。 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停住脚步,这样才能对眼前的形式和以后要走的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安身立命就应该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由不及,凡事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避免走向极端。 特别是在权衡得失进退的时候,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能心浮气躁,一条道走到黑。 正如《菜根坛》里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这是一种境界。 古诗也有说,美酒饮叫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 酒饮微醺,挣得其熏熏然然的快感。 若是狂饮烂醉,超过了微醺的度,那接下来不仅感受不到酒的好处,反而会头痛呕吐,在生理上遭受痛苦。 还有的人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一些平日清醒时绝对不会做的事说错话。 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了,还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而花看半开,自然,花没有开的时候,你是领略不到它的美的。 而花若全开了,也就表明凋谢的时候快到了。 最美便是半开时,就像是妙龄少女,尚未退进孩童的稚气, 却又未曾沾染成人的风尘,正是半开之花最美之时。 做人要有一种自替替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流余地。 宋朝李若卓因世海臣服,做五支先生传。 安身立命当知实,知难,知命,知退,知足,诗人以为致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但是,君子好名,小人好利,人们往往为各色欲望所驱使,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得意处张扬跋扈,全人不会未雨绸缪。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宠臣,他早年追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多有战功,旅有升迁。 而且他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结发妻子,贤良淑德,世人景阳。 有这两层关系在,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是非常信任和重用的。 在李世民登记以后,长孙无忌受封齐国公,但他从不仰仗自己的身份而骄横行事。 每逢遇到大事,必反复思量,然后才徐徐沉浸。 有人说他太过于谨慎了。 长孙无忌就说,身为众臣,当自知厉害,慎对宠恩。 我若倚上皇上的垂涯,不知简点,乱尽见言,一来对皇上不敬, 二来也会由此失去皇上的信任,怎么敢大意呢? 有一次,群臣在朝会上商议讨伐突厥的事。 有人借突厥发生内乱之机,主张发兵讨伐,已成大功。 长孙无忌听后却久久不乏一言。 唐太宗就问他的意见, 你阻止多谋,相信此事自有明断。 你不作声,可是另有打算吗? 长孙无忌见皇上问询了,这才上前应对说,此事臣以为不可征伐。 唐太宗很奇怪,说,你从前一向是主战,今天有为何是这样的想法呢? 长孙无忌说,动智之间全在变化,焉能不变呢。 从前,突厥与我为敌,不乏不行,如今,突厥刚与我结盟, 罚之失信,毁我天威。 再说,他们现在已经内乱,没有力量再侵犯我朝, 这正是我朝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多此一举呢? 如果一兴刀兵,徒增烦恼不说,恐怕祸患将生, 与我大唐有必无力,故不应出兵。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谏言,说道, 动智之祸,你已言透了,朕若贪恋全功,只怕终有暴汉。 唐朝最终没有进宫突厥,突厥感恩戴德,最后归顺了唐朝。 这里长孙无忌说明了两个道理, 一个是,事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要根据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要因地因时制宜。 另一个就是要适可而止, 表面上看,唐朝占了有利时机, 可是如果因此而冒进讨伐突厥, 后果却是自损大唐的威名, 让其他附属国家认为唐朝不中结盟的诚信, 也就会失去归顺的想法。 从这一点来看,大唐的损失要比得到的更多。 后来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 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断地上书攻击他。 唐太宗没有猜忌他, 却把这些表文直接拿给他看。 长孙无忌背声冷汗, 坚持辞官, 还哭泣着说, 陛下信任于臣, 可是臣也不该让陛下为难啊。 臣为国做事, 本不在意身任何职, 倘若为了那些身外之物而令天下猜忌, 却非臣之所愿了。 唐太宗一口回绝了, 长孙无忌心里就更担心了, 对自己的家人说, 我虽然表面上受到尊宠, 可实际上已经处在风浪之中了。 这个时候, 若不知退让, 只是仰仗皇上撑腰, 只怕以后有后悔的时候。 他的家人反对说, 皇上不准你辞官, 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他们既恨你, 难道就让他们得逞吗? 你也太软弱了。 这就是世俗的想法, 不明白误状是不合于道的。 张孙无忌说, 只尽不止, 只能受人以柄, 时间一长, 皇上也会疑心, 何况, 既是皇上厚爱于我, 我又何必为了那些虚名, 而自恕强敌, 招惹祸端呢? 在他坚持辞官的请求下, 唐太宗只好解除了他的 尚书幼仆叶之职, 但仍让他主持门下省的事务。 长孙无忌还是退让, 唐太宗下诏说, 皇帝因为得到了立幕, 才能成为五帝中第一个帝, 夏宇因为得到高瑶, 才能成为三皇中第一个皇, 齐桓公因为得到了管仲, 才成为五霸中第一个霸主。 我得到了你, 才平定了天下, 你不要再退让了。 唐太宗还亲自做了一篇 威风富赐给他, 以表彰他的功绩。 长孙无忌深深地赶到了 唐太宗的诚意, 这才勉强留在朝中。 此事传出来以后, 人们对他的功绩也就戛然而止了。 事务是在不断变化的, 今天的凡胜可能就是明天的衰败,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一个永胜不败的境地里。 所以说, 在身处凡胜时期, 尤其要懂得知止, 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看清形式, 做出更为正确的决策。 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